山陀兒颱風路徑持續向西修正 各國預測路徑來看也趨於一致 中國 香港及日本預測 可能會從屏東縣一帶登陸 南韓則是緊貼東半部而過 美國海軍認為颱風也不會登陸臺灣 會非常靠近東部的沿岸 但是至於會不會說落到了西部 再從西部登陸過去 目前看起來這個機率 大概只有20%而已 隨著山陀兒進臺 暴風圈跟著變大增強 也就是說屆時全臺都會籠罩在暴風圈內 而宜蘭 華聯 台東 屏東等7地 暴風圈傾斜率飆破9成 而本島全縣市也幾乎都破8成 但看看雨試圖 西版部幾乎呈現白茫茫一片 颱風慢慢的靠近 然後進到巴士海峽 風的話就是吹的都是東風 所以那個雨就全部下在東半部 中央山脈的背面的話 雨就很少 二零零四年 敏都立颱風造成臺灣豪雨 塵災 山陀兒路徑跟它類似 當時敏都立花蓮登陸 引進的強烈西南氣流 造成三十三人死亡 十二人失蹤 農雲災損破八十九億 另外一個類似路徑颱風是二零一四年 鳳凰颱風 中心掠過鵝鑾比 南部地區降下超大豪雨 造成一死三傷 也許有一些秋台效應 但是它不是主角 主角還是原來的 花東的颱風環流本身的雨 那個是會帶來最大災害的危機 它有一點共犯效應 它這個不是零跟一的問題 它有 但是它有量的問題 這回屬於秋台的山陀兒 目前路徑變數人大 但不變的事都會非常靠近臺灣 更有大機率會對臺灣造成影響 3D希望 李維維 陸佩裕 台北採訪報導